据世界日报报导 最近网络上流传一份文件 号称是川普政府正在起草中的行政命令 被网友称为是史上最强的绿卡移民申请福利改革 让许多持有绿卡的移民相当紧张 法界人士认为川普的恫吓不太可能成真 但过去曾经因为亲属移民绿卡提供担保的美国公民就必须得注意 文件中表示 未来将禁止绿卡持有人领取福利成为公共负担 被禁止的福利除了现金援助外 还会新增粮食券 联邦医疗 儿童健康保险 紧急医疗服务 妇女婴幼儿童补助 其他营养食品帮助 学童营养午餐 甚至职业培训 能源补贴 教育帮助等福利 一旦发现有绿卡移民申请任何低收入者领取的福利 其生活保证人得偿还公费开支 根据美国移民法律和移民手册 亲属移民若成为仰赖政府精源或联邦资助的长期医疗服务 造成公共负担的话 就不能再入境或调整身份 还可能被遣返 移民圈一直有传言 川普政府会出台移民新政策 但移民律师不认为这份传说的行政命令是真的 此外公共负担的议题 主要针对用亲属移民来美的人 而他们在申请移民时 都有美国公民做保证 一旦他们有拿美国福利 担保人将负责偿还这笔费用 另外什么福利可以拿 什么福利不能拿也不容易界定 因为有很多州政府给的福利经费来自联邦 联邦也有可能会追究 这让许多移民手足无措 川普上任以来紧缩移民政策 让移民社区恐慌不断 例如旧金山的新鲜食物计划 全市区应有10万人符合申请资格 但只有一半人申请 而且每月还有上百户退出申请计划 推测很多人可能担心拿了福利之后 会对移民造成影响 但其实新鲜食物计划不属于政府福利 申请人提出移民申请时 无需填报新鲜食物计划 不会对移民申请造成任何影响 另外很多移民也担心申请白卡 会被市委市吃政府福利 导致收到罚单甚至被遣返 北加州一些华人移民因害怕处罚 在看病时只付现金 尽管移民团体不断宣导鼓励申请白卡 但大家的担忧还是没有消失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彩新传媒创办人胡舒立 日前被认为跟随退出中央政治局的 同盟王岐山卸任总编辑职位 因而遭传职业生涯走到尽头 没想到现在却回国当社长 他表示自己已经65岁了 除了偶尔进行重要采访 编辑部的重大决策都交给新任总编辑王硕 他始终否认自己跟王岐山的关系 只有针对传闻表示 我没有退下来 胡舒立曾被称作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男作家 他在1998年创办了财经杂志 并在2009年担任自己在那年创立的财新传媒总编辑 把这个提供财经新闻和资讯服务的多平台媒体 经营成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新闻媒体之一 且在过去30年里 纵使胡舒立揭发大量政治黑幕 却没有像许多中国记者一样遭到政治报复入狱 当今的中国受到习近平加强管控 媒体业必须被严审意识形态 财新就曾在2016年因为发表了一篇报道 蒋红委员我的两会言论被指违法违规太可怕 而遭到当局删除 不过当被问及这件事实 胡舒立却表示不记得了 他只说未来会将精力放在发展财新商业模式上 已经在去年10月开始进行收费 上海交大研究新媒体的学者魏武辉 去年就曾为财新的收费模式提供咨询 他表示直接审查的制度 导致越来越少年轻人想当记者 但又未来的调查性报道市场可能会消失无踪 然而胡舒立却没有这么悲观 他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 财新的调查报道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 会抱持着总有故事可报道的心态 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 新任总编辑王硕就已经将经济犯罪和环境保护 列为未来报道的重点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原计划在山东烟台建立分校 但校方担心有中共党员会加入分校的校董会 影响院校自主及学术自由 决定暂缓开设分校的计划 并取消在中国提供完整的学位课程 再次带起中国高教的学术自由讨论 针对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在中国山东省烟台设立分校的计划 外媒报道这个计划在去年就遭到内部反对 当时中共以命令国内有外资背景的大学设立党组织 授予一名党员身份的高阶主管决策权 彻底改变了此前对保障学术自由的承诺 格罗宁根大学校董会主席波佩玛 在去年11月试图说服校董会 让一名中共党员进入校董会是丝毫不会改变学术自由和独立的重要性 而在周一的声明中 波佩玛也并未提到取消提供完整学位计划的根本性原因 只表示校董会对此计划未提供足够的支持 报导指出去年11月中国教育部指示 境内的外国大学都要设立中共党支部 并由中共党员出任校董会成员 估计约有2000间海外大学受到这一个新政策的影响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的整理报导 亚马逊波克夏及摩根大通 昨天宣布要共同建立一家公司 来为他们旗下将近85万的美国员工降低医疗成本 正式向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发起挑战 美国医保系统向来以效率不佳和昂贵被人所诟病 它日渐增高的成本造成许多企业的负担 亚马逊等三家公司的领导人因此决定向医保发起挑战 此举时的保健类股票普遍下跌 加上亚马逊最近正考虑禁军药品业 让投资者认为医疗行业将被颠覆 联合健康信若和医疗保险商的股价就下跌4%到7% 药品分销商康德利健康美元博根和麦克森则下跌1%到3% 针对这个新计划医保专家认为三家公司可以利用他们庞大的资药库来应对服务成本 并直接和制药商户医院等第一线单位磋商 而受到冲击最大的将会是为这三家公司提供福利管理或健康计划的医疗保险商 美国每年的医疗支出增长高于通膨率 光是在2017年就占了GDP的18% 有超过1.6亿的美国人可以从工作的企业获得医疗福利 逐年上涨的医疗价格也使得保险公司受益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受到消费者和监管机构政界的严密监视 波克夏公司的领导人巴菲特表示 不断攀高的医疗成本就像是依附在美国经济的寄生虫 参加公司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计划 只表示他们正为新公司物色执行长 而在此消息放出之后 亚马逊的股价上涨1.4% 但波克夏和摩根大通则分别下跌0.2%和0.9%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 针对外交事务 他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威胁着美国价值观 朝鲜的核武计划也正持续进展 同时恐怖组织的威胁也从未停止 但川普信心喊话表示 面对这些外在威胁 美国不仅会在国内重建实力与信心 也正在恢复在国外的地位 力图建立一个安全强大且令人骄傲的美国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国会发表一个半小时的国情咨文 他在演说中也特别针对美国的国际关系与地位提出看法 首先川普提出美国在全球各地面对恶棍政权恐怖组织和对手 就像中国和俄罗斯正处处挑战美国利益 美国经济和美国价值观 另外他也提到朝鲜鲁莽发展核弹的行动 很快就会威胁美国的本土安全 他强调自己不会重蹈过往政府所犯的错误 而会让朝鲜了解威胁美国和其盟友发动核武的后果为何 对此川普明确表态指出软弱必定走向冲突 无可披敌的力量是美国防御的手段 他要求国会给予美军完整的预算以维护安全 川普还说美国的军力必须持续现代化 并重新建立核武军力 他虽然希望永远不会用到核武 但也希望能够借此阻止任何有意对美国的攻击行动 而在对付恐怖组织的方面 川普则宣布将重新启用位于古巴的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 该监狱是美国在2001年911恐怖攻击事件后 用来关押恐怖主义嫌犯 但由于这些人未经审判就遭到长期拘押 并屡屡传出虐待事件 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 纵观川普在国情咨文的发言 不难看出美国将在未来的对外事务上 包括朝鲜、中俄威胁以及恐怖组织等 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的整理报导 新闻时时报为您播报 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受BBC访问时指 俄罗斯干预西方国家的情况固然值得注意 但有另一个国家的干预也值得留意 那就是中国 蓬佩奥举例说 中国经常尝试盗取美国机构的商业机密 也尝试渗透当地的医院和学校系统 同样的情况在欧洲国家 包括英国也有发生 他认为这都显示 中国在渗透西方国家的经历不下于俄罗斯 蓬佩奥在2017年1月 获委任为中情局局长之前 是一名国会议员 被视为共和党内的强硬派 蓬佩奥指 如果比较中俄两国的经济规模 就可以看出中国有更多的资源 执行他想要的任务 他认为 美国必须更重视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 他说 全美国都必须更有效地抗衡中国 令它不能悄悄影响世界 被问及他担不担心 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 蓬佩奥直接了当地说 担心 早前 中情局一名前特工 以非法保留持有机密国防信息罪名被捕 当局认为那名前中情局雇员李振成向中方透露机密资料 协助北京当局瓦解美国在华的间谍网络 蓬佩奥透露 美国当局留意到 中国十分集中地尝试偷取美国的机密资料 也有派出间谍渗入美国 与其他为中国政府效力的人对抗美国 美国国内舆论的焦点目前还释放在俄罗斯 指俄罗斯向美国发动网络攻击 也利用社交网络散布分化美国社会的资料 蓬佩奥在访问中指控 中国对美国各方面都有影响 这是最令人惊讶的一点 他指 中国对美国发动的不止传统间谍战 还偷取美方的知识产权 让自己的企业得意 中国还能透过控制美国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的权力来影响这些公司 蓬佩奥又认为 中国发动网络间谍战影响全世界 也招揽了许多十分聪明的人为他们效力 他说 美国已经留意到中国在网络谍战的能力 当被问及如何比较中俄两国 发动间谍战的能力时 他认为这样比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他补充 可以肯定的是 中俄两国发动网络谍战的技术 都是世界级的 以上是柳辰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称 海航集团告知债权人 公司第一季度面临至少24亿美元流动性缺口 部分债权人将考虑组成委员会向海航施压 这个庞大的联合企业上周在海南的一次会议上 向主要债权人提出了财务状况的警告 不过他也表示 随着集团提高资产处置能力 第二季度的压力可能会有所缓解 这一消息说明了海航集团流动性缺口的严重程度 该集团斥资数百亿美元进行债务推动性投资 将一家知名航空公司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商业巨头之一 该集团是德意志银行及希尔顿酒店的最大股东 同时也面临来自监管机构的审查和全球投资者的监控 上海第一证券有限公司驻香港的策略师表示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售资产以弥补亏损并不容易 所以在未来几周银行的决策对于海航将至关重要 海航只能希望银行给他们更多资金 海航代表没有回应这个说法 但是偿还贷款和债券的能力提高了借贷资本 已是事实 根据彭博社汇集的数据 海航的盈利无法支付其利息支出 它的现金和收入也低于公司面临的 29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 海航组织表示 海航的资金流动性不断恶化 促使一些主要的贷款人考虑组建一个委员会 这可能对海航造成更大的压力 组建委员会是中国债权人在借贷方 出现相当大的资金压力时普遍使用的一种策略 海航的债权人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开发银行 上月在与海南八家银行以及地方政府会面时 海航称将售卖资产 并称售卖将使得集团财务压力 在第二季度得到缓解 海航目前拥有1900亿美元的资产 其中包括300亿美元股权和140亿美元的 全球房地产资产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新闻时事报 美国一架俄罗斯喷气式军机 星期一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危险的距离 靠近一架美国飞机之后受到关注 事件发生时 俄罗斯正在举行一场军事演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飞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 而俄罗斯方面公然违反 现行协议和国际法 这是俄罗斯军事行动 无视国际准则和协议的最新例证 美国驻欧洲海军说 一架俄罗斯苏27飞机 从一架美国EP3飞机前方1.5米的地方飞过 俄罗斯尚未对这个事件发表任何评论 美国国务院呼吁俄罗斯停止不安全 增加误判和空中撞击风险的行为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美国南加州在当地30号下午 一架小型直升机起飞不久后失事 坠落民房造成三死两伤 根据外媒报道 造势的罗宾逊R44直升机 在当日下午1点45分 于约翰韦恩机场起飞 飞了约1.6公里 失事坠落在纽波特港的一个住宅区 直升机坠毁后流出大量议体 但并没有引发火灾 目击者指出机师身还受伤 倒卧在屋外草地 另外三人在直升机残骸内 警方表示目前占有5名死伤者 分别为直升机机师乘客和住宅区的路人 根据CBS报道 坠机意外发生时 遭撞毁的民房屋主正在家中 幸好没有受到伤害 但直升机撞到当时经过的路人 并已死亡 另外两名死者 警方尚未透露是机师还是乘客 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人员厘清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霆 整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表上任后的首次国情咨询演说 在第一个小时的演说内容中 他从失业率股市再谈到车厂返美设厂 向大众宣传他的经济政绩 国情咨询一开始 川普先是介绍现场嘉宾 包括曾在飓风风灾中救难的人员 以及堵城枪击案中的急救人员 接着川普提到自他上任以来 美国的失业率来到五年最低 非裔人民的失业率也创下史上新低 而股市却是不断创造新高记录 川普强调在他任内不少企业增加投资 包括苹果宣布在未来五年内投资3500亿 将可增加2万个工作机会 美孚石油也将投资500亿 甚至就连曾经落寞的汽车城底特律 也吸引许多车厂回归 重新再次发动引擎 对此川普表示这是崭新的美国时刻 是最好实现美国梦的时机 同时他也强调 政府完成的史上最大税改减税计划 并成功取消了奥巴马健保 但在医疗政策方面 他也提出要求降低处方签药物 表明降低药物费用将会是他未来的优先政策 另外川普也提到美国曾是建造大国 曾经在一年之内新建完成帝国大厦 但现在却得花上10年才能盖好一条公路 他呼吁朝野共同努力改进美国的硬体设施 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 川普也提到他计划在12年内 让那些随着非法移民父母到美国的孩子 能获得公民身份 并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的整理报道 脸书去年底推出了儿童版吉时通 让父母和孩子能随时保持联系 但许多儿服人士昨天却发表公开信 要求脸书创办人祖伯克停止这款应用程式 他们表示让学龄贤的儿童使用社群媒体 恐怕会带来负面冲击 苹果执行长库克曾表示 绝对不会让自己的侄子去使用社群网路 脸书却在去年12月推出儿童版吉时通 Messenger Kids应用程式 锁定的客群就是6到12岁的儿童 只要经过父母同意 儿童就可以传送影音档和简讯 还能进行视讯聊天 而所有的通讯内容只有父母有权删除 除了没有脸书网页常见的广告或内建购买机制以外 这款APP几乎所有的基本通讯功能都和Messenger一样 甚至还有针对儿童所设计出的专属贴图 但这样的应用程式却让专家感到忧心 指出让孩童与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和社群媒体 可能会对身心状况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有超过百名儿童发展学家和儿权倡议人士 因公开性呼吁脸书创办人组博客 因停止MessengerKids应用程式 以免孩童因无法理解网路上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受到伤害 对此脸书发表声明 指出APP一上架就受到全美各地家长热烈回响 而公司在开发这款应用程式之前 已有汇整家长和专家的意见 目的就是为了提供孩童安全的通讯环境 让父母更了解子女的联络对象 不过脸书这番话或许也是打着商业算盘 因为脸书规定年满13岁才可以建立账号 但全球有超过2000万儿童都违反规定使用脸书 因此与其严格禁止设计一款新城市 反而抢了市场先机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美国与俄罗斯非法动物走私相当严重 近日俄罗斯海关查获了一个中俄跨国走私团体 除了向中国走私老虎、鹿、青蛙的身体部位 还企图走私重达一公顿的熊掌 涉案金额高达约700万人民币 被称为是史上最大的一起走私案 法新社报导 俄罗斯海关人员上周末在俄国远东地区 逮捕了一群正将走私品运往中国的走私团体 警方在三辆车内查获870只熊掌 以及至少4只西伯利亚虎的残骸 俄罗斯动物保护组织阿木尔老虎中心表示 警方也查获熊牙、路边及其他动物身体部位 与大量琥珀 估计涉案金额将近6000万卢布 折合人民币约700万元 另外警方也在车内查获了两支AK冲锋枪和大量的子弹 老虎、熊、大象、犀牛和穿山甲等 濒临绝种或受保护物种的部位 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市场 尽管缺乏充分科学证据证明功效 中药市场仍以这些动物部位入药 中国政府也致力终结相关的贸易行为 但由于中国农历新年将近 许多中国民众会将这些珍贵物种部位当作入菜或送礼 市场需求增大 走私贩因此铤而走险 阿木尔虎也称作西伯利亚虎为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 野生阿木尔虎只剩约350只 分布于中国、俄罗斯和北韩 俄罗斯动物保护组织阿木尔虎的负责人指出 这个团体可能在之前就已经多次向中国大量走私了 在俄罗斯远东盗猎的珍贵动植物 对俄罗斯远东生态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之中 三名涉案的中国公民也已被关押在俄罗斯的看守所内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稍早前在国会山庄 进行他任内首度国情咨文 外界都在关注演说内容 却很少人知道美国总统在出发前往国会山庄前 还会指派一名指定幸存者 万一国会大厦遭遇攻击 总统阁员及议员无一幸免的话 这位指定幸存者便可发号施令 接下来的报道就为各位观众 介绍美国指定幸存者的传统与实际操作细节 画面中看到的是美国影集 指定幸存者的片段 剧中所有美国内阁成员以及议员都一同出席 全面攻击而设立了这么样一个角色 每当美国总统国情咨文演说 以及就职典礼期间 白宫便会安排一名秘密人选远离会场 保证万一危难发生的时候 仍有一名部长及官员 可以依照总统继任法案 成为美国代理总统 维持国家秩序 这个人在被指定为幸存者之后 将以总统级防卫进行保护 并有核首提香的五官随似在侧 挑选指定幸存者有许多限制 像是必须出生在美国本土并年满35岁 而且必须生长在境内达14年的阁源 以及有列入继任顺位者才有资格 而今年的指定幸存者 则是农业部长帕杜 71岁的他曾经担任乔治亚州长 他比川普年轻六个月 是川普就职前最后宣布的内阁成员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的整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